它的力度在垂直的筆画 都是很大力的一些字 垂直筆画重的人其实是很坚持 我已经定要做到那件事 也不怕辛苦 所以垂直的筆画是很大力的 然后整篇字我们看下去 其实空间的比例做得很漂亮 还有这一组的字 因为这样说 我这么久以来看到 你是另一个人有这种字形 因为真的很难做出来 譬如说痛苦 我看这个角 那个角落头 我们叫外方内缘 外方内缘的人 是一个很typical的艺术家 他很细致度很高 他会平时细微的东西 全部都记在里面 也是尽量将自己做到最好 我一定要做到最漂亮的位置 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也是在空间上面的比例上 其实是 譬如说艺术感 其中一个可能是画东西 甚至乎是 因为这个艺术感 它的字是比较理性的 是 按一些设计里面 会是在这种形式 我自己很喜欢写字 我以前也有做设计 和九珠华华 你再讲 请你继续 你一个理性的艺术家 是 因为有一些设计 它有些数字位 我们看到有些中文字 甚至有些中文字 或者英文字 都会有一些床的字形 在里面 就是我们会收到 这里有个2 2 2 3 有数字 有数字 你对数字的敏感度高 而你的艺术是 有一个mix 按理性 所以是一些 刚才说设计其中一个类别 就是按一些assessment 是 在演艺的事业内容 你看到这个很大 明理师傅 在来的 下一个楼 现在来的今年门门 你看看这个很大的类名 而且上面都很高 再看前面 有一些 例如说 第一行 不再觉得 再说它其实很高 那一寫中文字的人 这些人其实是很有软健 他是会很快到看 看到个位置我要去哪一样东西 或者是比正常人看的多点 我们说Vision是英文来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你不会被人见到 我其实很辛苦做到这些东西 或者我要去投放很多的能力 我做得很辛苦 我找到很多东西 你不会被人见到的 所以你的字是由的 我其实也很舒服 但是通过我 我其实内心里面要做到的东西 是一定要超越我自己的想法 是的 所以那个字形 就变成了 我们说大部分垂直是很大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摸过 但是去到这些位置 很舒服 就是给人的形象 其实没有所谓的 没有什么的 但是其实做得很辛苦 又或者是我 其实我真的很 我投放了自己很多心思 没错 就是到了认证认气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很厉害 不要再说了 谢谢 谢谢 Maria 谢谢 Maria 谢谢 Mari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